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角又和大家说一下 禅意的故事 话说 日照禅师 是南方人 他时常周游各大名山 他很喜欢花草树木 所以他住的山间道半 总有很多奇花异树 有一天 日照禅师在山中 山步巡视 他坐在大石头上休息 他身旁有两个侍者跟着他 但是他们两个 并没有休息 而是为了一棵树起了争执 甲的侍者就说 这棵树叫做香章树 有30年以上 你看他长得多快 月的侍者就说 这个不是香章 这个叫做牛章 最多不过30年 甲侍者就说 这个香味一闻就知道是香章 月侍者又博他了 牛章也有香味 是这样 两个你一言我一语 互不相仰 在那咬到面红面绿 原本很宁静的环境 就因为他们咬 而吵吵不堪 他们咬不够的时候 就转过来 问这个日照禅师 甲侍者就说 老师呀 这棵树是你种的 你说这棵是不是香章呢 日照禅师就说 我耳朵聋了 听不到你说话 月禅师又说 我们山上有很多牛章 都是你种的 师傅 日照禅师就说 我眼盲了 等我看到的时候 才再告诉你 两个侍者都觉得好无趣 啊 不明白 平时一向以冲目鸣的老师 为什么今天又说 看不到听不到呢 两个人你眼无我眼 又听到日暂禅师 自言自语讲一句 一切随他去吧 其实这两个侍者 不是为什么 只是为波树的名称不同 在那里争执不移 最后还要劳动老师来 决定 这个是什么的树 其实本来是香章也好 牛章也好 树用个名字 何需要那么计较 一计较 一争执 原本是很平静的环境 你就会 吵吵不移 为了这些如此无谓的东西 所以世间就有了纷争了 其实世间万物 本来没有纷争 国有国的世界 是很安宁的 但由于人的固执 经过如此的相争 令到这个世界不再安宁了 其实无谓的争执 只会扰乱世界 我们人 要放弃争执 放弃这些固执 不如好像日照禅师那句话 一切除他去吧 其实想心不曾 我们很多时候 无谓的争执 都是烦恼自尋 你认为是不是 多谢你们收听 谢谢大家